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个又一个的圆圈 像不像大地上的调色盘 原来这里也是成片的沙漠 所以我一直相信 只要尊重自然 努力想办法 人进沙退 就不止是一句口号 我念小学的时候 就是在村里上学 那时候放了学 我往回走的时候 我就回不去 大风刮的 我就只能在路边抱着树 抱着树 睁开眼睛就啥也看不见 那是我小的时候 在这里老一辈人口中 有这样一句话 年年一炒房 匆匆不到灯 说的就是 他们那时候 差不多每年 有两百多个风天 而八级以上的大风 要有四十多天 今天北方部分地区 继续遭遇大风沙尘袭击 中午开始 北京被慢慢黄沙笼罩 影响沙海的这股较强冷风气 之前已经给新疆 青海甘肃 以及内蒙古部分地区 带来了阳沙和沙尘暴天气 沙尘暴来了以后 前面几米就看不到路 只能看到沙河 在头顶滚滚而退 只要去了地里面 每天回来洗脸 都不敢用力 沙子打在脸上 特别 你很难想象 曾经这里都是沙子 我们那天看的是 叫沙漠里的心脏是什么 地球心脏 地球的心脏 今天看的是沙漠里的眼睛 这一路开过来还挺漂亮 这个风景还是挺好看 我们是从黄河的源头来的 一路下一家 对啊 这里的鸟好多 是的 东秦湖以前是一个风石坑 自然的风吹的 把这个地方吹成了一个大栋 原来这是一片沙漠 对 咱们可以走到这个地上 感觉到了就好 脚架所踏的 就是原始沙漠的 我们开发完以后就上前了 嗯 在这个沙漠上 然后又种出来藏 沙子能变成河 沙子是可以变成河 但是需要时间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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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收看由特伦苏冠名播出的一路前行 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 李帅是我们这儿沙林中心的科研员 他的研究方向是通过摇杆卫星的手段 监测荒漠化 直观的摇杆卫星数据和照片告诉我们 沙漠生态系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这张图是乌兰布河沙漠 库布奇沙漠的西部 这一片区域的摇杆生态质量的一个图 通过我们来看的话是有我们这个河桃平原这一片区域 还有这个乌兰布河沙漠的这个东北部 整体上是存在环境质量是相对较好的 我们进行了一个长时间序列的一个分析吧 比如像乌兰布河沙漠东北部的话 它20年间呈现一个极显著改善的趋势 我们可以看到通过它 然后组合了乌兰布河沙漠对核桃平原的一个惊喜 邓口绿洲就在乌兰布河沙漠到平原的过渡带上 塞上粮仓和核桃平原 是中国餐桌上重要的粮食来源 如果把核桃平原比作一个粮食袋子 那邓口绿洲就相当于是这个袋子口上的一条绳子 扎紧了荒漠化就不会向东蔓延 沙漠化就是由于人类的一些不合理的生产活动吧 造成的一些比如土壤的沙化 比如说过度的放牧 比如说盲目的这种开地 比如说烂啃烂发 从世界的角度来讲 每年是五到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的沙漠化 五到七万平方公里是一个什么概念 就是两个海南岛的源起 我们不能亲自认知 那么在这些原本不是沙漠的地方 后来发生了荒漠化 那我们这个地方就要通过人工的措施 来进行对它一个治理 这是我们这儿的卫星地图 找不到回家的路 所以我们建了一座瞭望 它上面有几个导航的灯 它就可以看到这个灯 能回到这儿了 为了做到更好的有机 故事要从十三年前说起 十三年前 为了找到生产有机奶的理想种植环境 一些人走进了这里的沙漠 前五年的时候非常困难 住本房住了十几年 夏天热冬天冷的 大的招呼 十六个人 晚上回来小招女孩 你们爹你只能是早点早点休息 风散打 白夜就把招呼把破 早上起来都看不见了 全是黄黄黄的一种 他们进来的时候 是站在铲车的缠斗上 铲车把它们端进来的 在这里安了营 扎了寨 以一个地方为基点 然后四周破散 才做出这件事的 他们在荒芜的沙漠里架建线 把路修通 种上黄蜂的树 从这里杀起 拨撒转 因为当年我们团里面团的电影 种了可能加加二十亩 也是野外 史莱迪克斯就绿来 特写也有 那种 建设的时候 瞭望它 你们看着这个灯头 就看着希望 黑暗中唯一的一个 对 现在建成了 它人上去就开始堪称我 是的 周围我们所有的地 圆圈都可以看到 也可以看到我们土壤存在的问题 也可以看到远处的沙漠 改造的过程当中 就可能要尊重自然 适度参与进去 比如说我们这个原生的沙漠 那我们自然就可以走进去 但是我们不是说要把它改造 沙漠是不是用来防的 沙漠本来就有 沙漠它也是大自然的一个地貌 因为你像沙尘暴 对于海上的生物来说 它是有利于能量和物质的 这种循环和循环 我们所需要的治理的 就是那些被沙漠化破坏的 那些原有的原生态的东西 人和沙 人和草 人和林 实际上都是一个和谐共处的过程 十几年的实践 一边摸索 一边治 乌兰布和沙漠深处 一群人的梦想慢慢成现实 牧草在沙漠的沙漠 会怕风沙催残 首先要阻挡风沙 所以我们先种个树 高大型桥木环绕密处 秦城第一道防风袋 绿洲的轮廓开始显现 这就像是给家里的院子 竖起了一道泥板 这个防风效果是 还有防护距离 跟树高是成正比 树高越高 它的防护距离越远 它的防风效果越好 专业上讲到 夏天变粗糙度越大 它这个防风效果就越好一些 只有这样高大的杨树 它才对农作物农田 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防风固杀效果 在第一道防风袋的边上 我们种上了村索 花磅等低矮的杀生冠冠 它们的根系牢牢地雇注沙土 这是第二道防茧 越前外围的好多地方 都是流动着沙漠 我们沙漠是不需要 把它全部置入 只要不要让它拓大化 可以影响到 我们人类居住的地方 就让沙漠 做一道天然的隔离带 屏蔽污染与虫害 守护地方纯净版 可是在沙漠里种牧草 还有更大的挑战 在等着我们 这个是不是地图 一点死苗那一块 对 你看就是那 那家还来很高 20 像这种的话 就是有问题的地团 有严谨 有积水的 长得不好 沙土结构疏松 严谨含量高 既不保水 又不保肥 牧草很难长好 有什么办法 能够留住 土壤的水和肥呢 这是我们接着 要解决的困难 我先要希望大家 给我们采一些这个沙子过来 然后我给大家 房博士是我们这儿的土壤专家 他把我们十多年来 漫长的土壤改良过程 浓缩成了一个田野实验 这里面还有一些粪便 它这个是一切这个沙生植物 它这个在生长腐烂以后 留下了一些粪便 这个土是什么土啊 一会儿它说 天保密 要见证奇迹 你把它搅拌均匀 在四个装了纯砂的缸里 分别添加不同配比的红土 有机制 房博士让我们观察 这些土壤的保水性的 盖上 盖上 然后我们一起浇水 浇完水以后 我们把这个撤掉就行了 这样看一下它同时 浸水的一个效果 好 大家一起把这个撤掉 撤掉 123 看美女 哇 你看你的 对 沙子浸水是最快的 可以直接看它 黄博士测试了四个缸里 表层土壤的含水量 有机制在土壤里 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通过增加土壤有机制 改变土壤结构 土壤孔隙变大了 也就增强了水分的渗透 和存存能力 而有机制带来的另一个好处 是让土壤容纳更多微生物 其实你看这个沙子的时候 你在显微镜下检测的时候 你看不到多少 活的微生物 因为这个环境下 就不适合它生活 但是等我们把这个土壤的纽纯 引进来的时候 你会看到 不光是植物 它能健康地生长 就是微生物 也能够慢慢地 这个土壤给它 土壤像是一个生命的宇宙 不同的微生物在土壤里生活 有机制给微生物提供养分 微生物又给作物提供养分 而作物又会增加土壤中的有机制 这样周而复始的循环 维持着微妙的动态 种下了树 改良了土 接着我们要解决植物生长的关键要素 水 团是有沙的地方 它一定是有水 你看那个沙字怎么写 水 过来一个少字 是水少了 它才行车沙 在中国的八大沙漠里 乌兰布河是最特别的一个 大家都说沙漠缺水 但乌兰布河沙漠很幸运 这儿既可看到漫天的黄沙 还能看到一百多个湖泊 这条路是新秀的路 同时两边的这个黄蜂林呢 也是新载的 这是做的一个隐隐的工程 这里面就是黄河水 黄河水 对 把这个黄河水抽出来 然后再进行灌溉 依赖黄河水进行的 农牧业 种植业 或者是一颗黄河水 进黄霜罐的这种模式 它是可以持续的 黄河水泥沙含量多 营养丰富 因为常年天然的渗漏 沙漠底下还有着 丰富的地下水 进黄霜罐 给作物浇一片黄河水 相当于湿的一片肥 像日葵 玉米 西瓜 辣椒 农作物的轮作 增加了土壤肥力 防止病虫害 也保证了土壤常年 被植被覆盖 经过多年龙种 青猪玉米 紫巴牧羽 叶脉草 仗实繁盛 多年生的紫巴牧羽 我们把它叫牧草之王 它被种在一个个直径八百米的原型草场里 播种完成后 长达四百米的烹灌管道会围绕原点 对木须进行旋转式喷散 在高空俯瞰 就像指针一样 指针走一圈 就给整片木须地 浇了一垫水 所以我们这一块一块的 我们画好的这个地块 就是用自动控制 最后汇集到这边 这有个小岛 在这里做一个处境中心 就靠这儿 然后遥控这十几岛 通过一年生牧草 和多年生牧草的原作 沙漠中出现了十多万米的绿色草圈 终于实现了沙地变黄土地的可持续运营 纯净的生态 充足的日照 清澈的水 滋养着我们的沙漠绿洲 秋天 青猪玉米 收获了 下了 这个地址放得可以了 在地址下的大翔姑娘改过来一次 最开始的时候就觉得杀了 上面有了土长太大一盒 然后就垫带杀 整个人写得比较好点 你一定要想象技术 青猪玉米秋收后 留下了大量节感 最好的做法就是全部换天 冬天我们会把牛有节感残杂的草场给牧民放牧 牛羊通过踩踏地面促进土壤通风和水分渗透 吃草的过程中还会留下天然的肥料 增加土壤有机制 在漫长的时间里 这片土地上的人 植物 动物 微生物相互滋养着彼此 用不懈的努力 造就世间少有的沙漠有机牧场 有时候想我要天天在大自然里是吧 那我肯定我也愿意产生 牧草繁盛 买牛得以自由的牧与蓝天绿草 土壤深深不息 生命才能够深深不息 土壤还是根本的 对 没土就没有草 没有草就没有牛 没有牛就没有奶 是 对吧 对 不过说我没有这么多牧场 提供不了这么多领寄体 我种啥可能前几年 几年以后这个地就废了 这是土壤是根本的 一定是一个可循环的茶叶链 从春天播种到秋天收获 转眼就是一年 农业是周期性很长的事 沙漠的改造 土地的改良 漫长的等待 好在乌兰布和沙漠 值得我们付出足够多的时间 三亩地养一头牛 一头牛还三亩地 把牛粪腐术发酵 消毒杀菌 变成健康的有机肥 不用农药 化肥和沙虫剂 只是通过有机肥还田的方式 改良土壤 这就是沙漠里的有机种植 从最小的微生物 到再生的土壤 从沙漠到绿洲 从植物到气候 大自然的一切都互相联绍 栽了树以后 还有种田 农业 灌溉 这个蒸发量明显的是 这个水分就明显地多了 它延长了水 在地球上的内陆小熊 有研究显示 在全球地表 一米土层 可以储存2.2万一吨碳 是大气质量的三倍 如果我们所有的牧场和农田 都有植被覆盖 让植物吸收更多二氧化碳 并将其传送到土壤中 土壤还可以发挥 更大的固烫作用 让结杆覆盖在地表上 看似是避免土壤 直接暴露在外 其实就是在帮助土壤锁定碳 有机质每增加1% 6亩土壤就会多吸收10吨碳 虽然这个循环非常缓慢 但我们相信这么做是对的 因为我已经看到了气候的变化 我们相信善待土壤 就会收获好的天气 尊重渺小的微生物 就会让凉土壤持续 健康的土壤 会滋养出健康的植物 健康的植物 会补益健康的动物 所有这一切 都是扭迹的循环 尊重自然 自然会有好的回报 欢迎收看 由特伦苏冠名播出的 一路前行 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 沙漠有着很强的吸引力 对于旅行的人来说 沙漠是回归自然 找到生命重心所在的主要 对于探险的人来说 沙漠是迎接挑战 发现未知的所在 对于当地人来说 沙漠是家 我在那个草原上森林里面待过 它沙漠里边是 更空旷 更宁静 能冷静下来 能沉思下来 能想一些问题 内心的生畜的东西 能激发出来 对制沙科研工作者来说 沙漠是他们工作的环境 也是他们的朋友 它沉浸 孤独 但有着绚丽的色彩 简单的线条 和清晰的视野 人与时间为伴 治愈大地 我也希望大地 能够治愈我们 从国家工程 到工艺参与 从科研投入 到产业制杀 荒漠化治理 更像是一场全方位的战争 打完攻坚战 还有阻击战 要守住这道绿色的防线 依然困难重处 它需要时间和人们持续不断地制定 抵御乌兰部和沙漠向东扩张 守护绿洲 沙林中心是这场战斗的正规军 在防治沙漠化的绿色战争里 它们深入到了最前线 咱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乌兰部和沙漠的东北约 看上去比较绿 其实在十年前 这一片都是流动沙丘一样的 近十年才把它改造过来 荒漠化监测是一项系统工程 借助技术手段 对荒漠化地区的气象 植费和土壤等状况 进行长期监测 帮助我们制定科学的作战方案 现在我们这儿的森林覆盖率 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0.04% 增加到了37.2% 流进黄河的泥沙 从7000多万吨减少到了370万吨 你看咱们这个林子里面 这是山气日系加飞鸟香雨环 这喜鹊也逐渐变多了 如果你在林子的大一时间长 你还能听到啄木鸟 除虫子生命 说明什么了 生物多样性增加 植树造林是一张立体的网 国家工程三百防护林 如同绿色长城 长城脚下 还有我们战斗的地方 一年又一年 无数志愿者在这儿种下了上万牧的人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 工艺的号召让越来越多的人 从全国各地来到了网络乌兰部和沙漠 某种意义上说 每一个人都是荒漠阻击战旅的士兵 亿万个人 亿万棵树 每一棵树 都是对抗土地荒漠化的子弹 在与荒漠化的战斗中 一大批沙漠治理新理论 新技术 新材料 与新模式不断涌现 重庆交通大学的易志坚老师 要用物理的方式 实现沙漠土壤化 土壤是植物的一个生长的介质 我们也称为大地的母亲 土壤的力学特性十分的奇特 它天然有两个力学状态 干的时候是个固体 我就学固体力学 你们都一起来观察一下 这个沙子叫泥散体 你看打湿水 看一下这个沙子 你的沙子要漏水 那么沙子是什么 沙子在力学上来讲 就是个泥散状态 是可以流动的 土壤化的基本原理 就是通过力学手段 实现这个颗粒物质的状态改变 让我们泥散状态的沙子 通过约束手段 由材料来实现 让它变得和土壤一样 我们在加水 你看现在是不是保水性能也出来了 这个就叫流变体 土壤系列就叫流变体 看这个 从2016年起 易老师和科研团队根据力学原理 把一盘散沙约束起来 变成土壤 这可能是沙漠土壤化 效率最高的办法 他们在乌兰部和沙漠 进行了七年的饰演和产业化推广 我觉得 它就像是沙漠治理的特种兵 我们本来啊 想到能够把沙漠变绿 长出植物就行了 但是结果让我们非常的兴奋 你看下面长上面 也就更做长大 这个是不是就更大了 这个就更大了 这个中午我们就拿去吃吧 多采光 少用水 新技术 高效应 这是钱学森 1984年正式提出 沙产业理论后 一系列构想 在具体实践中 概括总结出的发展新路子 40年里 它始终是我们战胜荒漠化的信条 国家战略 科研投入 工艺事业 产业制沙 这些都是久久围攻的事情 今天 有机奶产业 光浮等这些沙产业 也发展了起来 它既带来了经济效应 又产生生态价值 成为制沙的新模式 总书记前段时间过来说 这个生态治理和这个植树造林 就像孔石上山 需要久久围攻 单纯地搞这个生态治理 无论是国家 或者企业 或者政府 它这个投入太大 支撑不下去 但是有这个光浮发电效应 给它补充 这个生态治理 我们就可以搞得很好 无数人来到乌兰部和沙漠 怀揣着臣浦的梦想 让沙漠变绿洲 我大学专业也是自己选的 选的就是水土保持 有荒漠化防治 我就希望能够用自己的学识 能够为国家做一点贡献 沙漠是治愈的 赵老师在这里实现理想 也让希望的种子 飞得更远 黄沙漫漫 几乎乘少不胜沙漠 变成宇宙的时候 我们的同学都感觉到一种快乐 感觉到了一种自豪 他们从城市 来到乌兰部和沙漠 在沙漠种地 收获快乐 也把成果传播给更多的人 我和他们一样 喜欢沙漠的辽阔 对我来说 我在这儿已经收获了太多的美好 沙漠林验实验中心 一名普通的制杀科研工作者 我叫辛志明 主要负责荒漫化劫策策工作 我是中国林科院 沙漠林液实验中心 绿洲与防洪林研究室 同学 我是来自中国林科院 沙漠林液实验中心 叫李帅 我叫一志坚 我的专业是力学 因为学科交叉 我现在也来做沙漠土壤化 我叫许涛 我在乌兰部和沙漠种牧草 这是一路前行的道路 往下走 我们会看到河流的回归 看到肥沃的土壤 看到生物恢复多样性 我们携手一路前行 共同守护乌兰部和沙漠的 崇敬 有机 和质民 好想爱你 同行的旅程 嗨 您好 嗨 邱涛老师好 三一岁的石头 和一百岁的城 山上落下的水缸出生 老爷爷的眼神 大树的年轮 在时光面前接我们 请你和我交换旅途的风 前方的可能 让一切发生 相遇作争 天上有日月和星辰 天上没有一厢人 都曾呼吸狂奔 相爱之城 名才成为圣 一路由人与天真 拥抱细碎的伤痕 别害怕 金鱼在远方一场 等她的歌声 我一秒小爱你 同行的旅程 我一秒小爱你同行的旅程 天上有五月和星辰 地上还有一厢人 都曾呼吸狂奔 相爱之城 名才成为圣 世上有无辱的灵魂 将你我飞舞眼神 哪怕恐怖一人 像不由当心的广想人 我一秒小爱你同行的旅程 我一段暂爱你不朽的旅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